大家好我是PonPon 那本部影片呢我們來分享一下 第二波的序號 因為在那個官方的粉絲團那邊已經有講 最強觀點有跟黑人牙膏合作 然後有一些序號 然後也很感謝就是在第一時間 有幾個熱心的網友他是有跟我 在我的YouTube這邊跟我告知 就是說有新的序號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輸一下吧 然後還有那個資深的玩家教我說 那個密令啊應該要直接複製貼上就好 這樣就可以用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這些都是我沒有輸到的序號喔 然後再來是還有玩家在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遊戲的話你主要的重點是什麼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那個貴重品啊 貴重品基本上 你要先升的東西當然就是先升屬性嘛 然後屬性了之後你再來升所謂的五維 那五維的話就只這五個啊 就是屬性先嘛那攻擊優先 然後之後再來是追擊嘛 然後我們再來去思考一下 你其他要升什麼東西 不過這部影片順便要跟大家補充的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彩虹蝌蚪 跟我們的這個 變異蘑菇這個是要先升的齁 那首先先來講一下我們這兩個東西是怎麼得到 首先第一個的話是在這邊的蘑菇嘛 你只要先把前面的那個任務解完 解完了之後我們到了這個蝸牛冰種這邊可以開的時候 我們這邊不就有這個許願壺嗎 那許願壺中間的這個水池這邊 就有我們的彩虹蝌蚪 然後蘑菇的話就是你在解的過程中就會拿到了 然後先講一下他們這兩個 的效果 採紅蝌蚪的話他是說在蝌蚪池 就有機率會產生出白蝌蚪嘛 那白蝌蚪其實 顧名思義就是一般遊戲我們所謂的鑽石 因為這個白蝌蚪你可以做抽卡或者是做很多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再來是我們的變異蘑菇 變異蘑菇他這個東西他有跟你講說會產生出神奇蘑菇嘛 神奇蘑菇的話是在這邊 就是 特殊的區域 神奇蘑菇比方說像這個 蝸牛的攻擊永久加3那我這個就可以直接給他吃下去 接下來我們再來吃的話就是攻擊跟防禦啊這些的 但是他其實一天的話是有次數上限的 就是你自己吃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好那我們這樣的話就已經把3次的扣打給吃掉了齁 那其實那個攻擊力會相對比較重要啦 這個是比較推的 然後再來是探險的部分 我們這劍與遠征真的是真的是一堆高手 他們跟我講就是說我們在玩的時候啊 有沒有這邊 這個探索羅盤要先把它打開 那為什麼要先把它打開呢 如果你這樣子打開的話 我們才可以放很多裝備 那放很多這些裝備的時候他的屬性加成就會加得非常多 因為我們在探索中已經無法做調整了 但是你只要擺好幾個他相對應的東西的話你的這個屬性會加 很多 然後你看探索的時候獲得裝備卡片的機率這個也會增加 那這就是以上跟大家做的所謂的小小補充啦 然後其他的話 還是一樣老話一句最強蝸牛他這東西他就是一個很長遠的放置遊戲 然後你 除非你真的是花大量的資金你才有可能就是 爬到很前面當作所謂的超級大課長 那不然的話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要嘛就是無課 你要嘛就是買了 VIP卡 然後你不要太去care就是說你獲得的這個蝌蚪有哪些 原因是因為 你看喔比方說我們這個 VIP金卡 VIP金卡一開始給你1000 你每天的話就是拿150 然後我們再配合銀卡 等於你每天的話就拿250嘛 然後我們先不講寶石卡好了 寶石卡畢竟他是每個月就要付錢的 那假設如果我是 拿我們的這個 一天的話是250 那等於你差不多就是7天左右的時候你也將近可以做8抽到10抽 可是有的時候你抽你有可能抽到很多垃圾對不對 就是抽一抽可能 不符合就是你的那個期望 然後我們這邊才有可能會去使用博家博物館嘛對不對 可以把多餘的貴重物品來換取酬勞 但這個其實坦白講他也是一個非常不切實際的行為 所以我會建議的是說假設如果你真的很care就是說你課金的程度的話 那我很建議你蝸牛就不要課金了 因為他這個課其實老實說 真的沒有到立即的功效 但是如果是像這個特惠禮包單純的這個望遠鏡 這個的話這個是3個S 那這個的話他加了這個比例的話就會非常好 那如果我覺得建議的話就是說你要的話你就直接買這個望遠鏡啦 然後金卡跟銀卡是可以考慮但是買了之後拜託不要就是覺得就是說 怎麼買的好像跟人家差不了多少 你如果每週我多你10抽 10抽剛好是垃圾那你一定會後悔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 這東西你要買可以 但是買了之後你不要太有感覺 然後另外這個橘色貴重品或碎片這個是累計而來的 等於說這個東西都是長期 才看得出效果 紫色跟橘色這個貴重品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玩的人啊就是你至少最起碼應該差不多 至少要玩個2-3個月吧 那你買東西才有感覺啦但是 這個東西如果花費加起來1000塊坦白講他跟一般手遊比起來來說相對是便宜很多啊 那這就是以上的建議啦 然後目前先記錄一下我這邊的戰力大概快3萬 那如果下一部影片假設如果我真的有課 就是我們的這個 VIP的金卡或銀卡的話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望遠鏡 到時候再跟大家做一下我們戰力的對比 那目前的話就是整體來說我自己的戰力都在這邊 這個帳號的話他是在7月22號晚上差不多11點的時候開的 那就如上一部影片我們有跟大家講 就是因為我是要跟我們那個玩遠征的人他們有開那個工會嘛 然後是在4幅 然後所以才一起玩這樣子 然後伺服器的話目前的話是在 這個蝸牛與黃鯉鳥 這個伺服器原本在9幅 然後後來我才就是重新玩然後來到4幅 所以目前大概差不多玩到十幾個小時啦也還沒有到一天 那假如如果有課金的話就做個對比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做一個日常的更新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